你剛才也特別提到阿里 上星期五年結日 有個大反彈 升8% 不同解讀都有 有人說是分析廚窗 所以年底就炒高 阿里巴巴美賽 講講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講到Seekers入面 港交所持倉的數據 上星期二 28日再有神秘大戶 將總值860億的阿里巴巴 傳入花期 大家都有很多解讀 會不會有什麼動作 怎樣也好 去年12月其實兩次 輕輕跌穿110元之後 阿里也有個比較大的反彈 你覺得阿里見底了嗎 我見到很多 叫做自己比較專注於 價值投資的朋友 都在留意他 見底了嗎 我想不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你說技術反彈 130元那些位置 那次十月頭見底反彈 會彈得很厲害 但三成 現在就繼續創新低 因為問題就是 現在不是阿里自己本身 業務做得好不可以 剛剛講的三大風險因素 有兩樣東西 阿里巴巴 或者你問我 都是控制不到的 我們如果還有多些監管因素出來 例如你看最新季度業績上面 副唯一的亮點就是阿里雲做得比較好的 但你想一下工信部 在第十二月的時候說什麼 阿里雲有壟斷狀況 突然間不讓你賺錢 下個季度告訴你阿里雲又虧錢了 那怎麼玩呢 那有機會再向下審敵 所以你說價值投資 第二 價值投資不是錯的 你看巴菲特這幾十年來都很穩定 有錢 當然可能你說跑輸美股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說穩定賺錢 價值投資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不要濫用 不要見到10倍PE 一定是覺得價值投資 或者阿里巴巴不倒閉 一定是價值投資 你2000年 當往爆破很多公司到現在都沒有倒閉 但問題是股價 能不能上去水壁 我們就說會不會離地這樣炒 如果你這一刻跟我說阿里巴巴有機會見底的話 價值投資 我就是在說離地 你會不會在說無視市場的風險政策 無視市場的政策風險因素 中美的風險因素 或者內地的監管因素上面 所以你問我阿里巴巴那裡 我也不知道 其實剛剛在說 譬如恆治 上五十天才有機會見到審定 其實你同樣派到阿里巴巴身上 起碼上五十天才 一百四十元樓上 才叫做有機會反彈 即是有機會見底 相反地你無緣無故低位反彈 你又覺得見底的話 可以的 一百零九個半 即是去年年尾的低位 你做止洩 你計算過一條數 你現在輸到七個多 就說你買一手 一手就七百多元 兩手就1400元 即是如此類推 你計算過數 你肯止洩 你就去股底 穿就走了 再下100元不要哭 所以我們不主張股底 就是沒有意思的 這樣長倒 即是你長玩下去的話 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賺錢方法 至於基本因素上 有什麼改變 我們控制不了 即是內地突然間有些監管 所以你說不要股底 永遠都是在低位反彈了很多常力 趨勢轉變了 因為市場的趨勢轉變 就是因為消息改變 至於消息改變 其實未必是內幕消息 即是內地的官員 有什麼改變的時候 那就有機會轉勢 但是你說像上星期五 半日加一日這樣夾上去 是這樣的 即是你跌到很殘 那些股份總會不斷夾淡倉 突然間 等你的人 short call long put得那麼開心 夾一夾一下你 這個很正常 看夾多少 是不是每次都好像十月頭那段時間夾三成 沒有很正的 所以你從來猜不到反彈的技術走勢 可以彈多少 至於你如果看圖上 比10月頭那段時間還差 你又下回20天線以下 所以我覺得 真的沒有必要這樣去估計 不要理了 不要碰它了 你有貨那些我最多覺得 你不肯走 那就是109.5做止洩 我也是這樣叫的 那再穿買 你問1005點數 自己計算的 你輸得起你就繼續炸 但是如果想做一些短線部署 不會想這些股份 我想科網股裡面 有段時間都不會想亞利上面 其實你永遠 只是很多投資者在2021年 為什麼你輸了很多錢 你覺得港股弱就是 你走去買一些市場在下跌的東西 你譬如買阿里巴巴的快售 這也是 覺得值得買 覺得值得買 那問題是否真的值得 這就是濫用創價值投資的一件事 價值投資是說 公司本身有一個很強的基礎 你現在純粹的基礎就是 阿里巴巴 未來這十幾年還會有淘寶 天貓這些 是的會有的 但是賺不到錢 會不會值這麼高估值 說一萬多億市值 但是問題是如果未來利潤收窄 利潤出現倒退 現在有十倍PE 倒下倒下倒下 倒下到三十幾倍PE 不會跌很深 但是問題是 不會突然講價值投資 所以你講價值投資 本身有一個很強的基礎 但是問題是 誰都知道內地的特色就是 有政策風險 所以我們覺得 短線來說 阿里巴巴利潤價值投資 我不會因為股值便宜 就叫大家去買 相反對這一刻 我的問題就是一天業績未改善 我都不會認同他的股值便宜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